宝妈怀孕后,大姨妈就会停止折磨,也算是宝妈痛苦的时月怀胎里些许安慰,不过很多更生完宝的宝妈,还没出月子大姨妈就来了,这让刚刚出完雪的宝妈很是惊恐,这不会对身体有伤害吧? 其实宝妈应该高兴,大姨妈来得越早,越说明宝妈身体恢复得好,子宫状态也好,产后营养大,身体受损的部位都得到了恢复,等大姨妈过后,宝妈就是一个活力满满的女汉子,没来大姨妈的宝妈们也不用惊慌,月经恢复最大原因,是剖腹产还是顺产,顺产的宝妈恢复速度快, 再加上体内的恶路排出比较彻底,在产后一个月到两个月就会恢复月经,而偷妇产因为子宫受损,大姨妈来的时间会推迟到三四个月以后,甚至还会延迟到半年,只有产后恢复月经以后,宝妈营养,身体全部正强以后,才能从事产后恢复身材哦,身体素质越好的妈妈,恢复的越快,恢复慢的宝妈, 也不要着急,多吃营养成分大的食品,保持心情愉快,只有一个好的心情,才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